所以我们就决定装修的预算 可能这时候又会想一下 我要怎么风格的 我的房间 还是我的客厅 我要罗马风格的外面 等下我的睡房要什么 公主式的 城堡式的 有这种主题 像我们想好了要怎么装修 就会去请一个专业的人次来帮忙做 就好像室内设计师或者城堡商 等过后 我们就会签这个合同 对不对 我确定你 可以帮我做这个工程去装修 所以就有这个contract去签了 签了就可以开始做装修的工程 连这个时候呢 他们装修 这样我们这个时候会可以做什么 就是去买家具啊 买灯饰啊 摆摄品啊 用具对不对 最常去哪里买 肯定是挨字头那个 对不对 IKEA对吗 为什么呢 我们一上那去二楼 就会可以看到很美的房间 怎么去摆设 对不对 可以从那边拿那个idea 所以当我们买了这些家具啊 很开心啊 就啊 接下来又装修完啊 我就会去检查了对吗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漏洞 等一下装了这个啊 什么水喉 等一下又用下掉了下就不好了对吧 就会去检查咯啊 检查没有事了 OK就 就搬进去了 这就整个我们从没有房子到有房子的一个过程嘛 对吗 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啊 装修的过程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生的啊 有什么事发生 OK 这个是我们装修的一个工程啊 啊 总括来讲啊 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啦 哦 所以总括来讲 可能我们就要有这种什么 拆墙啊 旧的墙壁可能拿下来对吗 就放出一个新的 可能就会打磨 OK 然后过后呢 因为这种工程可能都会有很多 的 있는 son 很潮的声音对吗 啊 所以我就选择可能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做装修会比较好了 可能我们找了架室啊 安装进去了啊 他又涂一层胶水啊 对嘛 啊 油漆啊 有这个啊 曆轻啊 municipal 可能帮你切那些木啊 OK 啊 可能要 里面 弄在我们的地板啊 还是墙壁啊等等的 然后铺水泥等等这些工程呢 你知道吗 其实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物质出来 对吗 所以通常新装修的家可以立刻住进去吗 肯定不可以啊对吗 我们一定要打扫了 最起码对吗 很多那种灰尘 那些木屑啊 那种木块啊还是什么对吗 都要去打扫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呢 有很多这种新闻啊 ok 有报导说呢 装修 你看you are not safe in those either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都知道 室内不是最安全的 因为有很多污染的物质 而且在中国啊 台湾他们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这个新闻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呢 说每年啊210万儿童死于装修 因为呢 污染的引发了那个呼吸道感染而致死 导致死亡 而且呢装修污染等同和慢性毒药 这个是说甲醛啊 甲醛浓度超标十倍 像世中人的生活一年相当于直接饮用了一 酒 一酒桶这个福尔玛林啊 就是一种毒药啊 就好像喝了一个毒药下去了 原来这个装修是这么的恐怖 而且呢再来家具成为室内环境污染源 这个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有了新房子很开心啊 就租进去 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 没有人想过 以前的人呢你会想到的吗 现在的人比较注重了 因为他发现室内环境呢是非常的 安脏非常的污染 尤其是新装修的家啊 所以呢就带进了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题是什么呢 就是新房装修的隐形杀手啊 不要说旧房旧房可能还有这种啊这个隐形杀手存在 那是相等于一个星座的房子呢 它隐形杀手呢 杀伤力更加的恐怖 所以隐形杀手有什么样的隐形杀手在这个新房子里头呢 大家可以看看 主要的是这四种啊 这个是TBOC 是那个种的那个浮血颗粒 然后有胺 胺呢这个是叫Amonia 所以这个胺呢通常是来自我们的一些清洁剂啊 或者是宠物的尿啊 或者是小孩子的尿味啊 这种是一个挥发性的一个物质 所以我们可以闻到了这个味道 好像跑白剂有没有味道很重 尿味是不是很重 如果那个尿味 就在那个Compat更加重的那种味道 这个就是那个胺 但是呢它烧伤力不会说至于太过的大啦 比较大的烧伤力是这个甲醛 会致癌 本是会致这个白血病的 所以今天我就介绍这几个 这三个比较主要的隐形杀手啊 OK So TBOC 是什么 就是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是华语明就叫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为什么来的 很复杂啊 我是TBOC罢了咯 所以TBOC其实就是一个总括的一个测量法 所以它所有的那种可以挥发 就是说那物质它可以轻易的蒸发到 空气中 我们就叫挥发性物质 所以我们的挥发性物质呢 就VOC OK 有分天然和人为的 OK 会蒸发到空气中 然后我们可能会闻到的东西 我们叫挥发性 就好像呼出来的气 花香闻到吗 咖啡像是闻到 这些是天然的VOC 我们是闻到的 但是呢 人为的VOC呢 我们也闻到啊 但是这是人为的 就好像建筑材料 就例如什么呢 油气 OK 我们的地毯家具 新买的都会有这种味道对吗 很重 这个味道我们也叫VOC 然后呢 家庭用品 个人护理产品 就例如那些fessional airfessional 碰的东西 有味道 OK 或者是呢 我们的一些护肤品啊 一些化妆品 尤其是指甲油 是不是那味道很重 这些都是会有这个人为的VOC存在 人为的活动 就好像吸烟哦 煮菜咯 一些燃油啊 一些火油啊 那些都是有这个味道 我们就叫人为的 后天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VOC 也有研制显示呢 研究显示呢 在室内空气中呢 其实存在500多种 这个挥发性的物质 那么其中致癌的物质呢 就有20多种 致病的病毒啊 就有200多种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 挥发性的物质 是非常的多 所以空气中任何的一些 有污染物呢 我们一个比较科学的名字呢 我们就叫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 那么其中两种 OK就是今天我比较想要去 Mention去讲的 OK就是 其中一个 啊 那个VOC呢 我们就叫本 OK Benzene 英语叫Benzene 那么Benzene是什么来的呢 它是一种 闻起来有甜甜的味道 没有颜色的液体 那么呢 它是 它是据这个高度易燃性 很容易着火的 啊 然后呢 它也很容易蒸发到空气中 所以呢 它就是我们其中一个VOC 挥发性的物质 那么这个本的来源来自哪里 它可以来自 Plastic OK 橡胶 Rubber Plastic杯 好像我们Plastic杯 Plastic玩具 OK 啊 一些橡胶的玩具啊 或者是一些橡胶圈 就是有这种味道的 一堆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本 然后浇水 啊 好像我们的一些家具 有一些浇水的 那个味道 也是本的来源 Detergent 可以一些洗滴剂啊 可以药物啊 啊 杀虫剂啊 OK 原油 还有呢 一些液体染料 这个gasoline OK 还有香烟等等 哦 这些都是本的来源 这是人为的来源 如果说天然呢 有没有本的存在 也有 就好像一些火山爆发啊 圣灵大火啊 这些 它也可能有这个本的 但是我们的大自然 它会把它 慢慢的去挥发掉 慢慢的去 蒸发掉它的 但是如果在家里的话 可以吗 我们每次关着窗口 哇 这些物质 就可能堆在我们的家里 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就 最后这些物质 它堆起来嘛 最后会去到哪里 我们吸进肺里面 所以这些就是本 OK 本的来源啊 那么本是多了 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呢 短期内 它会令我们觉得很疲倦 很疲惫 然后呢 很晕眩 OK 就是很 好像很晕 很爱睡 这样 可以心跳加速啊 头痛啊 甚至有些人会忏懂 或者是很blur 没有意识等等 所以有时有些小孩子呢 他在 每次在家的 你会发现呢 他好像很难专心读书啊 或者是在家就是 好像很容易病啊 这样 因为外国 他们有这个symptom 他们叫sick home syndrome 就是说在家里的 一些疾病来的 一些症状来的 所以其中一个呢 就是困窍啦 所以呢 小孩子如果有时 他不专心读书 其实也不能怪他 因为可能是室内的一些 啊 这种物质啊 本啊 导致他有这个困窍的 这一个症状出来的 啊 那么长期下去呢 更恐怖 ok 长期暴露于本的 这个空气中呢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骨髓 骨髓是什么 我们骨头里面 有这个骨髓 骨髓要来制造什么呢 制造我们的白血球 红血球 还有这个血小板 所以如果这个骨髓有问题啊 这样我们的红血球就不够多 就会有什么呢 银血 白血球不够多 就会导致什么 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因为白血球呢 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所以免疫细胞不够 这样会怎样 免疫系统就不够强了 所以就会很容易病了 ok 另外血小板的数目也会下降 这样如果血小板不够又会怎样 血小板不够 我们如果一下子有伤口 糟糕了 就流血不止 啊 所以这就是血小板的一个用作 一个用处 它是帮助啊 凝结我们的血 如果它不够 我们就会流血不止 所以可能呢 牙龈流血啊 流鼻血啊等等 啊 这些症状都会出现的 ok 另外呢 也有这三个组织 ok 这个呢 是IARC 叫International Agency Research on Cancer 它是其中一个WHO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部门啊 ok 它另外开发的一个部门 ok 专研究那些啊致癌的物质的 ok 所以它就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而这一个机构呢 就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它是检查有什么东西是会令到我们的身体啊 有这个伤害的 然后我们的环境啊 住家啊 或者是室外等等的 ok 他会研究 然后呢 这是美国国家独理学计划 ok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这一个Program呢 它是由很多个美国不同的政府部门 一起出来做一个组织的 形成着一个独理学计划 它是专研究呢 有什么自毒的一些物质 有什么毒素 在我们的社会中 他去研究的 所以这三个呢 都是一个 说有权威的三个组织对吗 那么他们呢 就认为啊 ok 他们研究呢 就发现这个本呢 其实就是人类的一个致癌物 ok 然后呢 如果长期暴露于有高浓度的本的空气中 就会导致什么呢 白血病 他们已经证实了 ok 尤其是这个造血器官 可以有问题 这个癌症啊 我们就叫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 ok 这个病症呢 会导致这个人呢 很容易疲倦 首先疲倦 免疫力不够 ok 然后呢 他整身呢 可能就又会有很多这个感染的疾病 ok 然后再来就是 他可能又流鼻血啊 牙瘾流血等等 哦 有很多这样的症状 啊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本 所导致的一些伤害啦 啊 除了这个本 ok 他其实也不是最厉害的 ok 最厉害的呢 ok 啊 sorry 这个本啊 这个本啊 其实还有导致呢 很多这个啊 儿童呢 有这个白血病 ok 九层白血病儿 确诊前 家中是曾经装修过 ok 然后新增的这些白血病人当中呢 原来儿童的人数是超过了一半 ok 啊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来自北京的新闻 也是一样 九层 白血儿是来自装修的家庭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新装修的家庭 如果有太多这个本 就会导致小孩子 受到很大的影响啦 那么除了这个本呢 啊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叫甲犬 啊 这个甲犬不是那个香港那个汪名犬啊 哈哈 这个是甲犬啊 如果你要知道汪名犬你就要问谁 问干因沟罗对吗 所以这个甲犬 要知道这个甲犬要问谁就问我啦 ok 所以这个甲犬呢 其实是什么来的 他呢就是一个无色 ok 没有颜色的 然后他的味道是很刺鼻的 可以有时甚至是啊 呃刺激到呢 你会流眼泪的那个味道 啊 然后在室温下呢 他会很快的蒸发到空气中 啊 他比本他会更快 更快蒸发到空气中的 啊 如果这个甲犬呢 他融在水里面呢 我们就叫福马林 叫formaline ok formaline就是什么的 ok 在很多一些工业的消毒剂 ok 或者是一些殡仪馆啊 医学实验室中的这个防腐剂 啊 你们知道动物标本吗 动物标本要怎么让它不会腐烂 还是那个圆形这么美的咧 就是这个formaline ok formaline 他把它正在里面 再拿上来做这个标本 啊 所以以前我form6的时候 我有做那种昆虫的标本 所以这个也是 其中一个我们用到的 叫formaline 啊 所以这个就是甲犬的其中一个组织 啊 sorry 它做成的一个东西 但它融进水就叫formaline 如果它蒸发到空气中呢 我们就叫这个甲犬了 ok 所以这个甲犬呢 其实 它会对我们 啊 是来自哪里的呢 在我们家哪里会有这个甲犬的存在 啊 就像这个家具啦 木制的家具啦 尤其是ok 有用这个粘啊 浇水啊 或者粘合剂的家具 ok 还有呢 油气啊 氢气啊 或者四面层 啊 有一些家具呢 它可能又再油多一层亮亮的 给我们叫四面层 这些东西呢 都会有这个甲犬的存在 啊 然后呢 一些清洁用品 包括除臭剂啊 洗衣去屋剂 啊 还有呢 抽烟 汽车的气 可以壁炉啊 火炉所产生的烟 或者是烹饪 可以煮饭的烟豆 有可能有这个甲犬 啊 然后化妆品 就好像指甲油 护发产品等等 啊 这些都是甲犬的来源来的 啊 如果这个甲犬呢 ok 来自这个家具呢 是比较多的 啊 所以你看啊 我们市场上的家具呢 木制的家具啦 ok 有这种不同的版的 ok 我们有叫刨画版啊 大星版啊 密度版 已经多层版的 这些版呢 也有贵到最便宜 啊也有说性能很好 不容易烂 或者是防水的 到不能防水的 ok 比较容易烂的都有 看你买什么价钱 但是呢 这些 无论你买哪一种版都好啦 他们都含有这个焦水的 ok 那个焦水呢 他用的多还是用的少 ok 他在我们的家呢 会慢慢的释放这个甲犬出来的 而这个甲犬 在我们的家中呢 他要多久才会蒸发掉呢 其实他是需要3到15年的时间 他才会蒸发到完的 他会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蒸发出来 有些人的敏感 他会闻到那个味道 有些人就不察觉的 所以你住进那个新家 你就一直这样吸吸吸 你都不知道的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甲犬出来 啊 而这里有一个新闻 ok 有一个新闻呢 告诉大家关于这个家具 ok的甲犬的问题的 ok 面对这么近的状况以后 你的孩子如果读书不专心 不见得是他的问题 很可能是书桌选错了 因为这样的甲犬挥发 会使得孩子包括呼吸道 联盘部分肺部都受损 长期受损可能导致癌症发生 那么一方面我们要告诉你 如何分辨出家具的豪坏 如果上面有亮光漆 甚至有美奈板 很可能都导致甲犬过量 尤其如果书桌是用强力胶 黏着甲犬成分更是百分之百 喷上强力胶 海面紧紧粘贴木板 再盖上一层塑胶贴皮 名家的沙发就是这样完成的 木板凳上的亮光漆 看起来就像全新的一样 但小心喷得越漂亮 甲犬含量越高 尤其像是合成木板 外表贴皮 底下的强力胶 又臭又腔鼻 成分百分之百都是甲犬 这是塑胶制品 所以它会有 它含甲犬的含量 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这个就是真正的木皮 所以它的甲犬含量就比较低 因着曾经经文 含有不销的厂商 用餐油甲犬的药水 浸泡木材漂白 一来延长使用碾线 二来防潮 还能防白蚁 却造成甲犬大量残留 加工物件比较少的家具 譬如说尽量减少 那个家具上面有塑胶制品 或者是过度的这个鲜艳的家具 这样 专家建议尽量购买原木家具 避免过度加工 木头桌椅 闻到刺鼻化学味 就要小心了 就连皮伤发 曾经染色也有甲犬残留 新家装广 最好开窗通风一个礼拜 让甲犬挥发 否则选到劣质家具 反而花钱又上升 记者吴峰熙 史文明太重报道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新闻 关于这个甲犬的家具 所以我们选家具呢 也要小心啊 不要说可能你觉得 贵就是好东西啊 也不一定哦 要看清楚 他所用的这个材料的 那么这个甲犬呢 短期内 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短期内 可能我们会一直有这个味道 有些人会觉得眼睛流泪 会刺激到眼睛 甚至呢 可能眼睛啊 鼻子啊 喉咙有刺痛 然后呢 咳嗽啊 喘息 所以很多过敏症的小孩子 也可能是因为有这个甲犬的存在 还有恶心啊 或者皮肤敏感等等 甚至如果有些人已经有气喘了 他闻到这个甲犬的味道越来越久啊 可以长期闻下去 他的气喘呢 会更加的糟糕了 所以居家的环境要注意 OK 不一定是要靠一些什么 食物啊 或者药物来帮助 OK 有时居家的环境弄得好 可能他的气喘啊 过敏就可以改善的 那么长期呢 下去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图片就有显示了 OK 睡眠品质会变差 OK 记忆力会下降 所以小孩子记忆力不好 其实也不能怪他 也可能是因为 他里有很多这个甲犬的问题 然后鼻炎癌 这是癌症 血癌 障碍性贫血 肺功能 肝功能 会不正常 女性的话 甚至可能不孕 流产 饥饿 所以这个婴儿 可能是畸形的 都有可能的 而在这三个组织呢 也是有研究 这个甲犬的这个伤害性 甲犬也是其中一个人类的致癌物 我们要小心 如果长期暴露于有高浓度的甲犬的空气 就会导致我们有敌验癌以及白血病 这个是已经证实了的 所以呢 也有很多这个新闻啊 给甲犬仍是这个是 室内装修的污染祸手 如果甲犬超标 孩子高烧20天不退 甚至是幼儿先天愚 什么叫先天愚 就是先天愚蠢 他是low IQ的 可能是甲犬惹了祸 87%居家的室内 有验出有这个致癌的甲犬 所以这里也有些咯 这个甲犬致癌 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发表了 因为这个IARC就是刚才我说的其中一个组织 他已经承认了甲犬之前是可疑致癌物 也就是说怀疑它可能是导致癌症的 但是呢现在他已经upgrade了 变成了致癌物 真正会导致癌症的一个物质 那么在家里我们每一天都要呼吸22000次 那么每一次可能我们呼吸进去的这个污染颗类就高达 45000以75000的这个颗粒 所以你想想一个甲犬一个本 就会伤害我们身体这样多 我们还要吸收这样多 可能是数不尽也不一定 所以呢我们家里这个环境呢非常的要注意 尤其是新装修的家里啦 而且呢这个室内的空气呢是200% 200%至500%比室外更加的污染 所以你不要说新家 我有新家我就有一个新的安乐 我天天都呆在家 其实呢不好这样做 如果新装修的家呢我们就要更加注意 室内里面呢有没有这些本啊或者甲犬超标的 因为呢室内的空气呢比室外更加的污染 而且呢如果我们90%的时间都呆在家 每一天吸进去的空气都是有害的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有了这个新家 但是结果又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赶走这个空气中的这个隐形杀手呢 首先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绿色的环保建材 也就是说有些木质的家具 现在已经有这个认证了 可能他是说有珊瑚的 三无就是说没有那个本 无本 无权 就是无甲权 还有无重金属的 这三无就是一个环保建材 啊的家具 就比较适合 让那些如果家里有这个过敏儿啦 或者是气喘的小孩子啊 就比较适合用这种的家具啦 ok 另外 慎选这个日常用品 也就是说日常用品方面呢 就尽量不要选择太多这个化学剂的 ok 选择比较100%天然的啊 这些喷剂啊还是清洁剂啊等等 哦 第三呢就是你可以摆设这个造氧盆栽 啊 这次呢啊这个盆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植物啊 其实就是天然的净化器 ok 它可以净化部分家里的一些灰尘啊 或者化学物质的哦 就好像胡伟兰大家听过吗 啊 胡伟兰 ok 它是有这个超级负离子支撑的 ok 还有呢就是这个炉灰哦 也可以吸收这个家里的化学物质的 啊 那么除了这个盆栽 我们也可以尽量保持室内通风 啊 也就是说我们啊 时不时开开窗口 ok 让一些空气呢可以飘出去 尤其是啊 啊那个装修的家里啊 很大正那个气味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住进去的时候呢 可能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可以一直开窗 让那个啊 室内呢保持这个通风了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种不好的东西呢 可以被啊 回流出去的 ok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也是最有效的 就是可以利用这个空气净化器 啊 所以当我们关窗的时候呢 没有开窗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空气净化器了 ok 所以呢 什么空气净化器是最有效率的呢 就是这个Columbus A 为什么说Columbus A这么有效率 比市场上的更好呢 就是因为呢 它有这些特点啊 其中一个呢 就是它是有七成的这个空气净化器 ok 然后呢 它有专利的DFS技术 另外呢 它可以有效去除空气中的东西 ok 就是那些化学污染物啊 细菌啊 化粉啊等等 ok 可以去除高达99.99% 而FDA呢 也列为它是一个第二类的医疗器械 那么说说这个七成的空气净化器 ok 首先呢 这个空气Columbus A呢 它有两个部分 ok 一个是prefilter 一个就是main filter so prefilter的话呢 它是 啊有第一到第五成的这个空气净化 我们叫独家五重滤网 它呢 是可以做这个除臭的动作 ok 那么第六成的第七成呢 我们是叫加强版滤网 以及DFS技术 ok 所以抓力的技术在哪里 就在这个主要的滤网里面了 ok 所以干净的空气呢 就这样诞生 ok 那么第一成这个prefilter ok 是有什么的功能呢 啊 它里头呢 有这五成 ok 的这个材质 啊 第一成和第五成呢 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那个铁丝网 铁丝网要来做什么 就买来隔开最大的东西 像灰尘啊 花粉啊 毛发等等 啊 那么第二第三第四成呢 的工作呢 就是做除臭的工作了 啊 在市场上呢 有两成做除臭的工作 但是呢 我们的Columbus A呢 就有三重可以做除臭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叫三重除臭绿网 啊 那么第二成呢 我们是用这个活性碳的颗粒 它就可以去除这些烟 还有异味 就好像我们煮饭的东西 我们的汽油味啊等等 可以去除掉 第三成呢 我们是用肺食颗粒 它就可以吸那些臭味 化学味道 啊 这如家里有小孩子啊 啊 啊 尿尿啊 或者是虫目尿尿 这个味道很臭 给我们叫 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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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这个结构呢 就可以达到100%的全方位除臭 OK 为什么可以达到100% 就是因为我们用颗粒状 颗粒状这个方式呢 可以达到100%的除臭 OK 一般市场上用的这个绿网是片状的 一片一片的 OK 所以呢 所以呢 它不能完全除臭 但是如果我们用圆的 OK 颗粒状 它的面积会很大 OK 所以呢 它除臭 吸附力呢 就会更加的强效啦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家里 有细烟啊 有煮菜的 OK 然后呢 有地毯呢 新家具 尤其是新装修的家 哦 更加需要这个 Columbus Air来帮助除臭 OK 除掉这些化学气体 以及空气污染物的 然后呢 在主要滤网呢 我们就有这个第六层的这个空气 啊 过滤 OK 叫加强版滤网 EMF 在这一层呢 就可以除去 啊 滤除 达至0.007微米的颗粒 所以呢 它可以捕获 那些坏的东西 就好像 美菌 真菌 病毒等等 啊 来抓住它 然后呢 不要让它 置身在我们的空气机里面 所以第七层呢 就是我们专利的DFS 可以高效杀菌过滤技术 啊 在这里呢 我们是在这个盒子里面 OK 做这个啊 工作 DFS杀菌的工作 所以我们叫密封式 你不需要打开去清除的 OK 只需要等到一年 多的时间啊 可能你就去换掉它 不需要打扫的 所以呢 在这个密封式里头 我们就很安全 所有的坏的东西都在里面 啊 所以你不会担心它可能会 跑出来我们的空气中的 啊 所以在这个密封式里面呢 它又可以达到99.99% 可以捕获0.007微米的颗粒 啊 最重要呢 它不是补罢了 它不是活装 它还会杀死它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这个16000的 啊 这个电力存在 所以它这个发啊 啊 那个啊 DFS的这个效率呢 就在这里发生了 OK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啊 盖一个图片 OK 那 安藏的空气就是从那个 啊 啊 它就过来了 过来我们这个 主要的 OK 所以这个安藏的空气呢 就是在这种洞口上去的 所以想象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微生物 OK 病菌啊 病毒啊 还有这些真菌啊 等等 这些微生物 就会从这个洞口上去 就会去到我们这个电力线啊 啊 啊 那么这电力线呢 就会黏住这个电源的 所以呢 它就会释放这个16000的 啊 这个电力在这里 啊 然后当我们的微生物 去到这个电力线的时候呢 就会 就被锁 OK 锁了过后呢 就会去哪里呢 啊 它就会去到我们这个 EMF这个滤网了 在这里呢 OK 你不用担心它是活的 OK 因为在这里 这个EMF呢 它会接到这个电力去来 OK 然后让这个啊 还在这里的这些微生物呢 会暴露在这个电力下 所以它就持续的一直被电电电电电 之后就会怎样 就会死掉咯 所以我们这个专利的技术呢 它就是叫杀菌 它不是活装那个菌罢了 啊 它是杀掉它了 而且呢 它这个啊 啊 emf 这一个网呢 它有很多层 而且呢 可以控制 可以它那个啊 啊 尺寸啊 不会太大力 它呢 啊 啊 过滤那个size呢 是小至0.007微英米的啊 所以这么小的这洞口呢 这些微生物过不到去啦 啊 最后干净的空气呢 就出来了 那么它这个效率呢 其实也经过这个 University at Perfellot 是一个纽约的大学 做了这个测试了 OK 所以这个测试呢 是测试这个DFS的杀菌性能 可以有多强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 OK 杀掉空气中的微生物 OK 所以这个证实了 DFS的技术 是可以杀掉 微生物高达99.99%的 那么市场上一般是用这个HEPA滤网 啊 所以HEPA滤网呢 就是由这些密密麻麻的 这些纤维组织 形成的 这些纤维组织呢 可以过滤多少 可以过滤0.3 0.3微米 所以0.3微米的颗粒 不包括什么呢 就好像这些暗脏的空气进去的话呢 可以过滤部分的一些细菌病菌 OK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气体啊 病毒啊 更小的真菌细菌 就过滤不到 OK 它就会跑出来啦 所以HEPA滤网呢 它是不能完全过滤到空气中有害的化学物质 或者是微生物啦 而DFS可以过滤多少 可以过滤0.007 是不是更小啊 0.3跟0.007的分别是很大的 所以它可以过滤更小的东西 也就是说 HEPA 你过滤不到的 我过滤到 OK 所以啊 就可以诞生清洁的空气出来啦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呢 HEPA 只可以过滤 细微颗粒 超细微颗粒 OK 到这个0.1 罢了 OK 0.1 0.3 OK 但是DFS的technology呢 就可以过滤到超级细微颗粒 OK 去到0.007微米 是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它的效率 跟泰巴来比呢 是40倍更加有效率的 所以连医生呢 也推荐这个Colibus Air 是一个很好的空气机 因为这个FDA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它已经set了 它呢 是这个第二类的医疗期限 为什么我们叫第二类医疗期限呢 在座有没有人懂 有 你记得吗 你讲一下 不要我讲了 哈哈哈 Class1是Row Risk Class2是Middle Risk Class3是High Risk 对啦 Class1是手套 Curtain Class2是要扣 Dent Floss啊 那些牙签 Class3就放心脏啊 放身体 对的 非常了解 让我们给他讲 哈哈哈哈 不要讲点话 所以这就是我们FDA 为什么我们叫Class2 OK 这个就要解释给客人知道 可能他们以为是 哎呀 你是Class2不是Class1 不好的不好 就要解释给他知道啦 OK 为什么我们是Class2 那么除了这个呢 我们Columbus Air 也荣获这个国际的认可的 就是 我们可以说 这个美国的太空署啊 身上太空呢 也称在我们这个基数啊 是最佳的创新研发奖 OK 产品信机奖 就美国颁发的 OK 这些奖项啦 还有有做过Testing啊 也是其中一个 Air Quality Indo Air Quality 的一个协会 的一个成员 这个协会呢 是很多不同的空气机 形成的 OK 他们是要确保了人类 在室内的空气的品质是 可以达到最佳的这个standard的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协会 而我们Columbus Air呢 也是其中一个成员啦 而每一个啊 产品呢 都有这个证书的 OK 就像一个出身啊 指这样 OK 报神指这样 所以这个报神指是讲什么呢 就讲每一个产品单位已经Testing了啦 OK 它是正常的啊 它是可以啊 比这个一般HEPA的过滤网更加有效率的 OK 那么产品的特性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OK 它是可以啊 啊 生产出这个清洁的空气 OK 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OK 可以覆盖多大的这个面积啊 500Sqft 对 500Sqft 这里有500Sqft 都有超过啊 超过啊 这样就说 你看一价就在这里 我们的房有没有这么大 我觉得没有人的房这么大了是吧 除非你是买半途 可能这样大了 一层是你的啊 所以 除了这个夸大的覆盖面积啊 也有24小时运作都没有问题的啊 省电 然后啊 低噪音 睡觉不会吵到的 OK 啊 换绿网换面推自己来 不需要Pediction 啊 保养也很容易啦 细沉啊 最好每个月细下沉啊 或者用一点点水量慢一下啊 就OK了的 OK OK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Columbus A的这个特性啦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讲关于这个空气机 希望这个空气机呢 可以为其他人带来更加健康的空气啦 OK 所以我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啦 OK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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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